大家好,我是Hugo 之前我都試過不少的Nakamichi Soundbar 和耳機產品 基本上對它的產品定位和調音都相當熟悉 今天和大家玩實試的這套Nakamichi Soundstation 9W 2.1 Soundbar 系統 基本上它最大的特色就是比8W多了一個HMLC 而且它的接收器轉了用無線接播 變成擺位就更加方便 究竟它的聲音是否走什麼路線 現在就和大家開箱看看 入正題之前就跟大家分享一下留言和分享這段影片 我們一起看看外包裝 這裡是它的公司標誌 在下面你會看到它的外觀 即是耳機和耳機 在規格方面它插發了幾個關鍵 當中包括HMLC USB Optical 光纖 藍牙 還有就是Line-in的功能 在相差出來之後 你會看到 Soundbar 主體 Swoven 和一盒配件 Soundbar 用了網面的設計 另外它的正前方的位置就是單元分佈的位置 你會看到中間的位置還有Nakamichi的Logo Soundbar 頂部有幾個實體鍵 包括這個開關、Input、Play and Pause 以及大小聲 Soundbar 背面 它左右各一個Wall mount的孔 在中間的位置就是它的接駁位置 當中包括光纖、HMALC、RCA、USB的接駁位置 最後還有一個電源插 這隻Swoven 它是一隻主動式的無線Swoven 它用了一個下向式的設計 這裡看到Nakamichi的Logo 然後你反轉的底部 你會看到下面有一個8吋的下向式單元 Swoven 背面看到有一個氣孔 下面分別就是一個電源插頭 然後有一個顯示燈 最後還有一個配置 配件方面它是一對的電源插頭 一條3.5轉RCA的訊號線 然後一條光纖線 一套Wall mount的套件 一支遙控器 一對中英文各一的說明書 最後還有一個Wall mount的紙樣 配件方面是這麼多 看完箱裡面的所有東西 在試機之前不如一齊看看它的技術規格 這條Nakamichi Soundstation 9W Soundbar 是一條2.1的Soundbar系統 機身的主體長度就是970mm 高就有75mm 它支援掛牆和座枱安裝 它內置了一對的一吋高音單元 和4隻的2.25吋全頻單元 更加自大了一個8吋的無線超低音 在組合的總輸出方面就有120V 在進階的聲效模式方面 它有一個音樂、電影和對話三款模式 可以快速選擇 至於它的官方零售價 在開聲之前 其實有一個設定是必定要做的 就是將它的音效由Beatstream 轉到PCM 那Soundbar就可以出到聲音了 接下來我會在Disney Plus 和Netflix上 找兩套影片去試一下Soundbar表現 兼且還會跟大家試一下 它那三個聲效模式的效果是如何的 中間特定是有效果的 和尊敬 和尊敬 在這方面做成了 的名字 和尊敬 非常準確 和尊敬 有名字 我刚才先后用了迪士尼PLUS上的黑炮2 和Netflix上的Wednesday去试一试这支Soundbar的效果 其实是初试的感觉 这支Soundbar最主要集中 都是一个中高频向和分析力向的声音 譬如说我看黑炮2的刀剑和爆破声 其实碎片的声音 其实出来的效果都是一定的逼力 而且它的轨迹感 譬如说是刚才你见到眼黑飞来飞去 或者有些效果会去左转后插拐 其实你见到它前面的音场 其实都可以做回那种效果给你 当然有些朋友可能对一些高音 或者中高音比较敏感 我建议其实你可以在高音的选项 可能按低一到两格 或者可能三格也好 变成整体来说声音来说 相对来说会均轻一点 刚才还用了Netflix上的Wednesday 去试一试这三个不同的声音模式的效果 现在不如一起听一下 Dialog Mode 正常点 就是人声为主的一个模式 听得到它最主要集中在中频 其次就是去到Music Mode 环境声或背景音乐 连人声都会开扬一点 我觉得整体来说这个Mode的平衡度都算不错 到最后就是Movie Mode Movie Mode 你听到音场会再开扬一点 连人声 即是本来比较集中于在中间位置的对白位置 如果开了Movie Mode之后 它会将它的对白声分拆到 连左右两边的喇叭都一起收音 换句话说 基本上前面整个音场都是对白声 这种效果 如果你说在近距离聆听的话 你会觉得人声可能会分散了一点 所以说 我觉得如果你说 譬如是聆听空间大 或者坐得比较远 我觉得用Movie Mode 相对来说会较适合 接下来我找一部PS5 试一试看打机和看叠方面的效果是如何 接着那个环节 我还会试试用这个蓝牙听歌 和试试拼手指 看看音乐播音方面的效果是如何 坐下来 坐下来 几个字幕 坐下来 实际上 写想是喜欢的 写看 欣赖 乞 温赖 我 手 演唱 你 虽然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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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游戏里面都是玩很多气氛 或者一些枪击游戏类型 比如说开枪的声音那种质感 或者怪兽走来走去的定位感 其实它都可以做到前方的包围感 正体来说游戏的气氛 或者歌际度来说 有些声音来说都可以捕捉 听歌方面我刚才用了两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就是用蓝牙的方案去听 我在Tidal上面找了一首Sam Smith的Diamonds 去试试它的效果 我发现这些声音在音乐模式的状态下 人声的优惑度都算是有个不错的表现 可能是一些清唱或者假音的部分 其实出来的效果都很自然 其次就是那种低音你听到在音乐模式底下 它会轻轻地捅住它 但是到了一些动态的时候 它都可以做到一种punch way 我觉得声音来说都算是走清爽路线 另外我用了一只手指 用USB的方案 接到Soundbar去试试 试试了一首歌叫做 Say You Won't Let Go 在那个铝声方面 其实都有不错的表现 譬如说假音 或者是一些可能是轻唱的位置 其实它都能够出现那种质感 整体来说 我觉得它在无论应付男声 或者是女声 那个状态其实都很自然 最后我觉得这Soundbar 说真的以一个接近1,999 这个价位定位的Soundbar 我觉得它在操作方面 或者是在功能匹配方面 都算是很完善 譬如说是一些EQ功能 其实它最主要是实用性 譬如说有三个punch 之后你再独立可以 fine tune高音和低音的部分 这部分来说都算是周全 唯一一样东西就是 在电影音效方面 它只能支援PCM 变成它最主要是针对 入门级的玩家应用 但整体来说 我觉得在操作方面 在实际的应用方面 其实它都很足够 今天的评测就大致上来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这段影片 记得点赞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和最尾按钟 只要大家常常找你 下一段评测片见 拜拜